我从小就喜欢你 虽然你喜欢的是芳瑶 但我还是愿意等你 等到你回心转意的一天 我对你是这么死心踏地 但是为什么芳瑶死之后 你还是不肯分一点点爱给我 前世的你骗我说你要回来看我 但是 一天过一天 一年过一年 我始终都没有你的消息 就连写信去日本也被退回 你尝过等待的滋味吗 是这么苦 这么痛的感觉 但即使这样 我还是喜欢你 我愿意等你回来 你干什么 一夫老生的时候做了什么事 走开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的拿我怎么样 我的手坏 这个计划案从头到尾都没有把铃香饭店纳落 真照这个计划走 度假村盖成了 那里就变成观光顺地 到时候那边也可以住 谁还会想要来铃香饭店 按照你这样说 如果按这个计划执行 老街的利益跟饭店的利益 就会有所冲突 所以我们要为了饭店的利益 就反对这个计划案 但是哨子那么认真的想要保护老街 她是我的麻吉 又是我的好姐妹 好 所谓的姐妹之情 根本就经不起考验 霓装 你以为遇到两姐妹都喜欢的人事物 哨子会让给你吗 这种事情 只有竞争 没有礼让 越是好姐妹 越知道彼此的痛处在哪 更是要往里面猜 反过来说 哨子如果真的是你的好姐妹 她就应该以饭店的利益为优先 但她只想到老街不是吗 那这样算是你的好闺蜜吗 不亏你 让我发现了我们前世的命运 她终于知道 为什么夏天晴一直都在帮你说话了 天晴 你快回房间去 没想到你还能反抗 我就是喜欢看你这么心痛的样子 这样才可以体会我的痛苦